岁末年终 家福基金日前在高雄卫武营都会公园举办万人爱心园游会 虽然经济不景气 仍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入 爱心不落人后 面对今年整体环境的艰难 家福基金会原本担心不景气会让润养的摊位不足 但没想到各界爱心依旧不减 两千张了 所以可以达到我们今年的预期可以到六百万 原油会活动总共募了三十几个摊位 然后还有原油去卖了大概二十五万 面对这个不景气的状况之下 因为大家的爱心 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感觉到它的温度下降了 谢谢大家 对啊来喔 一盒五十块 参考看看啊 残而不费的陈玉萍女士 即使自己眼睛状况不佳 也要亲自製作手工面茶粉 创期为家福的弱势家庭提供爱心 我要帮助这些小朋友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困苦的事 因为我的眼睛是重度四丈我不方便 我还是花一个月我要做 做到我没办法做那一天 爱心源源建有它的简介非常难得 我就是带小朋友也过来支持他 能多尽一份力量 高雄南区家福中心成立至今已经四十七年 受到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关心协助 爱心源会所有义卖所得及经费 也将全数作为高雄南区家福弱势贫童的奖助学金 服用基金与急难救助金 让民众的爱心落到实处 新唐亚太电视林宏观叶子芬 台湾高雄报导